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讲居士论当中的应该是第三品 第三品当中 像在昨天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光束自信 也就是说路道轮回众生的光束他的自信 这个今天讲应该是中阴神的光束自信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 施入之力和施足之力 施去之力 首先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入胎 或者是施入到身体当中的道理 然后最后中间住在身体的这些道理 最后去于何处的道理 就是我们对意识的分析 从心理或者是从意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意识这样做分析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施入之力分两个方面 施入之处和如则众有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施入之处 有情聚乱当四神 人也旁生聚四种 一切地域与天界 终有未有一化神 恶归也有太神二 他这里说 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有情这个禅神的时候呢 就是他这个具有这个乱神当那个四种神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现在的科学 也基本上这样承认的 然后佛教当中呢 尤其是这个俱世论的观点和这个密法当中呢 也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五个光尊在那个应该神称宝藏论啊 就是这些七宝藏当中 就专门这个广讲了这个四神的道理 就是所以这个有情呢 就是具有这个乱神当四神 那么人和旁生呢 就是都具有四神啊 就是人也是具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乱神啊 太神啊 四神啊 化神啊 就是在四种三神都有 然后旁生呢 就是也具有这个 在四种这个产神 一切地域与天界 中有亦化神 那么所有地域的众神和天界的众神 还有这个中阴神 就是他这个中有中阴 就是这是一个意思 有些这个书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中阴神 有些这个书里面呢 说是这个中阴神 中阴和中有呢 就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一切 天界的众神和 还有这个中有的这些众神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化神 就是天界和地域和中有神呢 就是没有太神 没有这个世神 也没有这个 什么这个乱神 就是这种现象呢 就是没有的 而贵也有太神 而就是 恶贵的话呢 就不但是他有这个化神 而且呢 也有这个太神 就是所以呢 中共有他二种这个产神 先问讲 这个三界有情有几种神呢 三界中有乱神 以及等子所包括的太神 世神和化神 就是中共有十神 有情之神共有四种 就是整个这个有情产生的方法的话呢 只有在这个四种 除了这四种产生以外呢 就是没有的 那么任何众生都有哪些神呢 人类有四神 诸如初戒的 那么人类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四神 就是四神 比如说这个初戒的这些人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化神 就是后来我们这个翻开历史的时候 也是后来呢 就是人们就是他就积极一些财 什么这个财产啊 就是还后来呢 就是他逐渐逐渐 就是有这个我和我所知的财产 这样以后呢 就是后来就是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 就是有这个产生 信仰关心 就是最后呢 就是有太神 最初的这些初戒的人们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化神 还有这个化神的话呢 那个我们这个经常所谓的 这个圣天论事 就是圣天论事 有关化神就是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有很多这个论事呢 就是不是化神的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讲 中观四百论的时候呢 四百论的这个前面呢 就是有根据各自不同的这个历史 来这个宣说过这个道理 但是大多数的智者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圣天论事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化神 就是这是你们如果方便的话呢 就是看看那个四百论祖师的前面呢 专门这个对圣天论事的这个化神方面的辩论和说法呢 就是都已经讲过 还有那个工人的莲花生大师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在莲花当中是这个化神的 就是莲花当中这个化神的 那么他的这个化神呢 也有一些辩论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的有些人认为呢 莲花生大师不是化神 就是他是太神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有些这个论部当中呢 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父亲如何如何 就是父母又如何如何 就是这样说明的 因此呢应该是这个太神 但是智悲光尊在极明依序的诸事当中 就是智悲光尊在极明依序的诸事当中呢 他说是这些人没有分析这个法和中心的这种佛子关系 就是比如说佛法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有佛子关系 就是我们经常龙猛父子 龙猛父子的话呢 就是不是说龙猛的儿子是月城菩萨 然后龙猛的佛法的传承弟子呢 就是叫做是他的儿子 就是佛子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所以呢就是刚才那个联华生大师的这种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这个从佛法方面的这个佛子关系而讲的 并不是这个中心方面的这个佛子 就是中心方面的佛子的话呢 联华生大师根本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父母 就是他呢就是应该恩赵博德在这个联华化里面就是获得的 就是他是这个联华当中的这个化身 就是这是应该是这个公认的 因此呢自卑光正在今明一世诸事当中呢 已经把这个问题就是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啊等等 其他在有些四大诸当中呢 也有一些众生是这个化身的 那么现在的一些历史书里面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看见就是人是有这个化身的 就是去年我们学慈政罗诸堪博德 前世精神论的时候也是他里面也提到过 他说是那个现在的这个人类当中呢 就是并没有听说是这个最近有这个化身的 但实际上以前的这个历史当中呢 有这个化身的就是这是这个关于讲化身的问题 然后呢就是我入国王为这个世神 就是我入国王呢就是我们这个历史当中呢 也是这个是这个世神 就是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帕切伯国王的 这个什么那个身体当中呢 就是他的这个土生就是他的土生呢 这个就是将生一个太子 这个叫做是我入国王 就是也叫做是定神王就是人们都称为是这个定神王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就这些呢好像是我们去年这个学前世精神论的时候 有关这个身方面呢就是也有讲了 还有一个在《毗奈耶经》当中是有一个叫做阿玛戒就是 就是他就就是看那个看树的人呢就是觉得是有点稀奇就是就是他问那个看像的人 看像的人呢就是最后说是在七天以后这个芒果树里面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女人 就后来确实是在这个芒果树里面就是出现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呢就是叫做芒果生 芒果树后来呢就是成为那个波斯尼王的他就当妓女吧就是 然后那个波斯尼王呢就是后来也是接受过他就是也有这样的 这是《毗奈耶经》当中是有这个这个公案 但后来就是在《涅槃经》里面就是佛陀已经宣说了就是 芒果生女人呢实际上是这个世神 世神的话大家都知道一般不需要什么母胎 光是有一个超市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 在从中降生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种世神也现在有没有也可能 真实这样的世神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明 然后呢就是就讲的这个卵僧就是卵僧 卵僧诸如船只坏坏的商人呢 然后这个愈何教过而生下的长老扎和就是 还有这个长老扎兄 这些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太僧 不是太僧就是是卵僧 那么卵僧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 有一些商人呢就是当时在船只里面就是坏坏这个 坏坏那个船坏坏坏船以后 后来就这些商人呢逐渐逐渐跟那个就是这个和了就是一起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交信以后呢 就是后来就是产生的就是在《毗奈与经》当中比较著名的两位 这个一个叫做是涅瓦掌一个叫做涅扎 就是他名字好像所有不同的就是有两位长老的就是实际上是也是这个卵僧 现在的一些科学书籍里面呢也是这样这个说 是说是这个现在的有些森林当中 是古老的一些这个森林当中呢 就是有些这个女人的话呢 就是她就先那个讲就是生了一个蛋 就是特别大的那个人蛋 然后这个蛋呢就是这个蛋呢 就是通过路过月的浮雨以后呢 逐渐逐渐里面呢就是化开 化开以后呢就是也变成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孩子 就是所以这个现在人类呢就是也在这个方面 就是所以很多科学家呢认为这是非常一种稀有和奥秘的问题 就是以这样来这个探究和观察 但实际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造就在这个人类的这种太僧 人类的这种乱僧呢就是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些方面呢可能这个前世今生论当中 还是有一些分析就是希望大家看一下 然后太僧吧太僧的话呢 现在的大多数的普通人 我想是我们今天听课的人呢 大多数可能是这个太僧吧就是没有听说是这里有什么这个 这个乱僧华僧和世僧的 不过有些人的这个父母都不知道就是可能是呃太僧的就是 不是那个是乱僧也不知道 呃去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有过我们 一个家乱僧就是有一个旧母就是他那个旧母的话呢 呃实际上是呃他说是我的这个很小的时候都是 我的父亲都已经呃死了就是说是个汉族人 但是呢呃我没有这个见过他就是听说我几个月的时候都是他已经离开了人家 呃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他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我长大以后呢他说我那个首先在路火城下里面就是读书一段时间 然后呢呃就逐渐逐渐就是我到那个就是绵阳就是什么那个技校里面就是在学习 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可能没有靠起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就是当那个那个旧母吧就是当旧母 然后我当时问那你这样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法王如意宝的课呢就是你听得懂不懂 呃他说是呃本来我们那边的这个龙龄的这种话就是龙渠话呢我就基本上听得懂 但是我说是说不来因为我从小都是成长在这个呃城市里面就是一城市里面啊 呃这样的话呢我说是说不来就是只不过是还是我就是听得懂啊 呃然后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课也是刚来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懂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可能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能听得懂 但是我喊话呢就是说得很不错的就是当时他说的很这个流利的这个普通话 我都认为是他可能不会在这个身上在那个路火吧就是然后我问那你是那个路火 哪一个地方啊他说是我路火就是这个这个老改老改不知道是老改是哪一个地方 老改还是新改我也不太清楚呃所以我想是他是是不是那个呃是也不叫这个乱神吧 就是也不叫这个呃叫什么呃这种现象呢呃就是我们这个金刚道友当中呢就是也许也是有 但是这个呢也许也是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莫凡仁波切的这个定解宝当了那样的这个人物 我也不知道 下面是那个呃就是讲那个那个太神就是太神呢 现在的这个这个大多数这个普通人啊就是现在的大多数普通人呢就是全部是太神 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如果要比喻说明呢上面所讲的这三种这个四种人物吧 就是四种人物就是那些太神是哪些化神是哪些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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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说法 从这种方法来也可以说明 或者我们旁生里面也是胎生的 经常我们看到牦牛这些 然后世生到了夏天的时候 稍微地势比较超市的地方 有很多小虫都开始出来了 原来我去放牦牛的时候 有时候到山上去 山上有一个叫做是一个小虫 小虫在学院也是特别多 我们经常说 它是布骨鸟的马 大概是秋天的时候就非常多 它在地里面好像有些超市的地方 明明你一边看着一边 它就开始出来了 它的这种行程很快的 这是太神 不是世神 然后孪生的话 大家都知道亚旦 前一段时间 亚旦是不是 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天兴起不好 我旁边的一个金刚大雨 拉了很多很多的亚丹 你干上是拉 你吃吧 我说是你拉这些来干什么 给我拉出去 那个能不能父皇也不知道 反正那个亚丹特别大 前一段时间有几个窑子那边都是没有人管 但是后来好像他们几个金刚导游 可能帮助你们冬天的时候尽量地喂他们 如果有些生活费不够的话 我这边有专门喂料的一些钱 我可以帮助 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他们动死 没有人管 有时候我们学院真的很不错的 大家都具有悲心 有时候看见有些众生正在死也没有人管 所以也非常可怕 但是有些恶狗最好都是 以前养完了的我也不好说 但是没有养的最好不要招来很多恶狗 不然的话这些人要人也特别害怕 晚上过路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 这样一来到时候也就非常麻烦 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 以前球球坎波他说 我是不喜欢养狗的 有些人有些法师都是口头上不要养狗 自己养了很多很多的狗 当时可能他说我的上师也是有时候特别讨厌 他说以前他口头上不要养狗 他自己养了好几只狗 以前五八活佛他在失去的时候 他有时候表面上好像对自己上师的不满有这样说的 但是这些大成就者可能现象上是各种各样的 不管怎么他是这样的 但是我希望养狗的话一定要注意 最好不要养狗的心不然还是很麻烦的 过路对自己各方面是不方便的 当然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太僧 旁僧有四种产生 华僧可能有些龙 还有一些大童他们都是有化身的众生 我们看见有化身的众生 但没有看见 有些世生的众生是不是化身也不知道 他就特别 因为化身的话 他是一瞬间就马上变成这种身体 比如说极乐世界当中往生的这些化身的众生 他是一刹那间当中他的身体全部圆满 不想要经过比如说九个月十个月 像一般太僧的众生 他在住台有九个月十个月 甚至就像我们去年学的一样 露面的也有就像罗后罗那样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这个旁生有四种生 一切地狱 天界 一切中有的众生 全部是化身 原因是他们的业力强的 大多数 所以地狱众生和天界众生 他们全部是化身 因为化身的话 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业力 他不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他的身体 大多数的饿鬼独吃是化身 也有太身 其理由是 一饿鬼被目见面尊在这样说过 他说我晚上生了五个儿子 白天也生了五个儿子 虽然他们一亿都吃掉了 但我还是不错 那你很厉害 这些人鬼就是还是有的 就晚上生了五个孩子 这个白天生了五个 中国十个孩子 就是十个孩子都全部吃掉了 但是他还是不能满足 还想吃肉 可能以前特别喜欢吃牛肉的一个人 或者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 还有那个以前 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吧 就是说是一个 恶鬼就是一个恶鬼 就是他有五百个孩子 五百个孩子 就是他的父亲到印度金刚座那边去找尸位去了 但是十二年当中还没有回来 你如果碰到他的话 叫他赶快回来 就是他说你这个丈夫的话 会不会不认识吧 他说是一定会认识的 就是他的鼻子是大大的 就是什么事 只是眼睛已经陷进去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难看的恶鬼 你肯定会认识 后来卓星戒到金刚座的时候也碰上他了 这些情况也有的 所以说这个恶鬼的话 他也有这个胎生 不但是有这个华生 大多数的恶鬼全部是华生 一般来也有一些太生吧 也有一些太生的 所以他有五个儿子 现在的话可能人当中也是十个孩子的非常少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 就是住进一种不同的社会状况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有些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有些老年人吧 他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兄弟 就是比如说一家人是有这个五六个孩子 十几个孩子 就是这样的现象是在这个藏族 汉族 盟族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但现在的话 藏地有些地方 就是可能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 没有执行的地方 就是恐怕这个孩子比较多 一般这个汉地和大多数的一些城市里面的话 就执行那个独生词 这样的话 我看到我分析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 现在人的这个生活 更加有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现在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 那么一个孩子的话 就是这两个长大以后 就是他们成家 成家的时候 就是南方有父亲和母亲 然后女方有父亲和母亲 那么这四个人的话 必须他们两个人养 就是而且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孩子的话 他们的这种生活压力特别特别大 就是也许你们可能这个分析过 也许没有这个分析 但现在的这个人跟以前都不同 以前的话 我没有管父母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孩子 就是什么姐姐妹妹 就是他们去管都可以的 但是以后的话 就是不像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出家人的话 以后是很困难的 现在有那个机会出家的话 就是我觉得是这是非常难能可归 父子的话 以后如果在这个 转生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 也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人 就我看他们很多人 是真是苦不堪言 有时候生活上的 我们尤其是这个出家人 我昨天给你们讲的公案一样的 有时候对这个社会 就是还是要做一点分析 这样的话 不是我们来世的果报 即生当中 还是很多方面是有帮助的 我都有时候 就经常遇到一些在家人的时候 我就专门问他们 好像我就调了什么 就是他们的孩子一样 我说你们有多少孩子 我每一次那个做出处者的时候呢 就是问我说你家里有多少这个孩子 然后这个你们那个家庭状况是怎么样啊 你们有多少老年人呢 然后你一年这个棍子多少钱呢 就这样的话是他24小时当中开车就是 然后这个开车的这个钱呢 就是用那个双方的这个父母啊 就是这些供养他们 然后自己的这个孩子都说 然后自己啊这个生活 还有呢就是亲戚朋友啊 出事情啊 就经常是出这个那个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真是有些时候呢 我觉得是这个生活呢 就是需要这个分析 就是他这里都是讲是饿鬼呢 就是有这个十个孩子 就是全部都吃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藏地的话呢 就是十个孩子的就是现在也这个现象比较多的 在别的地方可能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一个孩子 如果再多一个孩子的话呢 就是要这个发那个三千块钱 就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发一万块钱 就是也有这样的 在这种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形态当中 我们要这个生存的话呢 就是尤其是对那些在家人来讲的话呢 真的就是非常痛苦的就是 自己呢就是有时候还是慢慢慢慢的分析 就是希望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 应该就是对自己出家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应该有一种这个认识 这个很重要 前一段时间有个我们学院里面带过的一个另一种 就是他可能这个换书呢 就是他天天给我打电话 哎 坑波我干什么呢 我现在怎么办呀 你要帮啊 你要帮啊 我说是没办法帮 就是如果你是出家人 这个住在学院里面的话呢 你生活困难的话呢 真的我会帮你的 就是也进行经历的话呢 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简单的 但现在你这换书呢 我怎么帮你 你自己去大工去 就是不要天天给我打电话 确实我也是一方面就是非常可怜 就是非常可怜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这个一个换书呢 以后这个在家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怎么帮呢 就是我们今天帮他 还是明天帮他 就是没有人供养 就是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有时候是也力量也是没有的 然后自己的这个缘分也可能不好 就是所以在出家人这样 这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就是不 现在呢 最后这个祖父无漏 就是天天都是在那个街上打电话 那天 伊西奔作堪波他们那边在成都的时候呢 我又一次那个 你叫那个造伊西奔作堪波去 就是然后我就是给了就是那个伊西奔作堪波当时在的那个地址 不知道他帮了没有 我实在没有办法 你找一些朋友看不去吧 后来又打电话 我说是没办法 我现在只有先生十十块钱 打电话的钱没有怎么办 那你不要打电话 到外面去大工去 应该最好只有这个办法 别的就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现在光是不说我们来世 即生当中也是可能不早 也就是过的生活非常快乐 是很困难的 因此这方面出家人 还是有一些需要思想教育 像我们讲刚才 讲太僧 饿鬼悠悠之门 那么这些僧当中 最善妙的是什么呢 就是华僧 世僧 太僧 乱僧 众 浅浅为妙 因为他们分别不害于自他二者 他浅浅化僧的话 他就不害众生吧 如果太僧 乱僧 就这样的话 比如说像太僧的话 自己也是 乱僧的话 自己也是非常痛苦 首先是从 比如说像鸡蛋 从母鸡身体里面出来 对母亲也是有痛苦的 最后自己也是在蛋里面又要化开 自己也是有两次降生的痛苦 所以前面的化僧特别特别快 因此应该最前面比较殊胜的 自己一次疏苦 两次疏苦而生之苦 因为两次疏苦 最后乱僧需要两次殊胜 比如说太僧对母亲也带来非常大的痛苦 就像我们《大圆满前行》当中所讲的一 母亲也是要接近死亡 母亲也是接近死亡 原来看不去讲课的时候 不下功夫的人什么都不能成就 女孩子生孩子也是没有一种勇气 不能产生了 不信的话 你们问这些老年有纪念的女人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学法要勇气和力气和一定要下功夫 没有这种下功夫的话 还是做什么事情是不能成判的 她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样我们前面是最殊胜 在四中三生当中前面是最殊胜 前面最殊胜的话 那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一成王子 一成王子为什么是不化身 有这个疑问 这个你们看看实情论师的知识当中是有这个疑问 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任天导师释迦牟尼佛最后有者的时候 他这个一成王子为什么不是化身 应该是太僧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是实情论师有几个方面来回答的 第一个 他是对自己的亲切归入佛门以这样的目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降生以后 他自己降生在释迦王族当中 释迦族当中 释迦族当中的话 当时他对释迦族传授佛法 传授佛法 后来帕切伯国王杀掉释迦族的时候 当时好像杀了七万七千个人吧 大多数都已经获得过位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 因为释迦族的话 他对自己的民族特别的重视 后来释迦牟尼佛面前就听法了 这样以后 一方面是他就度化释迦族的一种原因 这也是一种 还有印度当时释迦王族的重心的话 印度众人非常恭敬的 因此当时他是以释迦王族的身份出世的话 很多人对他输恭敬 有这个目的 还有不属外交的诽谤 如果释迦牟尼佛是化身的话 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魔术化 释迦牟尼佛不是真正的人 他没有父亲 他没有母亲 他是一种魔术 他的称佛很多外道都不会承认的 因此很多度化外道 也就是说不属对佛教诽谤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个目的的话 释迦牟尼佛如果是化身的话 他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 不会留下舍利子 因为化身的话 他降生的时候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最降生的 最后化身死的时候也是很快就消失 就像是火灭了的盐子一样 一会儿就消失了 就像天人的话也没有什么尸体啊 什么都没有一会儿就消失了 如果释迦牟尼佛是当时化身的身份来出世的话 他就是涅槃的时候 死的时候没有肉体 没有舍利 没有舍利的话 他舍利度化众生的这种机遇没有的 因此有些佛经当中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五千年已经隐没了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他的舍利子可以在留存于很长时间 来自弥勒佛出世之前 他的舍利变成如意宝 在大海里面也利益众生 然后在人间的话 不是原来阿弥王做了八万四千个舍利塔 这些舍利塔留在人间 虽然佛教的教法已经灭了 但是他的舍利没有灭 度化众生 所以为了这些目的 释迦牟尼佛是故意在现实太僧 本来从殊胜方面来讲 应该是化身是最殊胜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是这样提过的 我原来他们有些堪布面前 听《俱舍论》的时候 我说是前面前面的 身处是最殊胜的话 那地狱的殊胜为什么是化身 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当时有些堪布给我回答过一些 但我想今天给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你们回答一下 当然或者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化身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 书上可能是没有的 然而还有地狱众生是为什么化身 因为前面是最殊胜的话 地狱众生为什么是选择最殊胜的化身呢 这个希望你们给我回答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需要应该这个 也光是苏本上的体温不行的 还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智慧 然后应该用自己而经常发挥 这个很重要 那么这一层已经讲了世神的道理 第二如中阴者分五个方面 中阴的本体和中阴的能力 中阴的这些能力大家都知道吧 应该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依据 然后中阴神的身相 还有中阴神的法的差别和入圣的道理 分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讲这个本体 始有中阴见阴神 为之因之之禁锢 他说是这个始有过了以后 就是中阴的这种产生 应该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之前 应该他们这里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在聚受论的对方 有些比如说大众部 有些认为是所谓的中阴神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中阴神应该存在的 中阴神有单独的一种众生 就是他这样认为的 聚受论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里面他说是私有过了以后 我们一般聚受论当中中中有私有 生有主要讲善有 还有一个本有 这个本有到时候我们再可以解释 但私有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死了以后 在要死的时候这叫做私有 我们大爷们当中经常讲六大中阴 然后四大中阴 比如说临时中阴 然后专世中阴 发心中阴 什么自信中阴 大爷们当中讲很多中阴 实际上现在我们也算是一种中阴神 这样来宣说 但是他居士论当中 有一个叫私有 私有就是死的时候的众生叫私有 私有过了以后中有 中有还没有转生到其他地方 我们经常认为这是现在在中阴神 我们问一些空性母 瑜伽士 跟他们问我们的私人现在是在哪里 我现在还没有接生 还没有转生 他现在还在中阴神的话 这叫做是中阴 然后他已经转生到其他世界的时候 或者是变成旁生 变成什么众生的话 这个叫做生有 从他的土生开始成为生有 但是这个中阴还有下面分析的 他这里说是私有的中间有一种私隐的产生 那么这个还没有为之因之之国 还没有到引导的境的地方 因此叫做中阴 下面讲阴里面这样说的 既然说 中有未有一化身 刚才前面不是讲中有未有的化身 那么中有的本体是什么呢 中有什么叫做中阴神 中有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呢 无云相续在私有与生有之间产生 他的无云相续在 他一般中阴神是私云 但是他这里面是说是无云 他无云的相续 真正的色云都是没有的 但有些也有一些细微的意识状态 称之为是可能生云 一般来讲 中阴是私云具足的 但《经历藏文》当中 罗特王伯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是无云相续在私有和生有之间的无云相续 这个叫做中有 那么中有不是来世的理由何者呢 中有为什么不是来世 为什么不是僧有 这个理由何者呢 中有不是何者 原因是他尚未到达引导之目的地 比如说我这个今生是一个人 那么下一辈子我就变成一个牦牛 如果我变成一个牦牛的话 我还没有到达牦牛之间 我人的这种身体已经离开了 而且我的身体已经在使徒里 已经跟老爷已经吃完了 没有 但是我还没有到达 如果将来要变成一个牦牛的话 那个小牛还没有身之间 还没有入胎之间的话 这个中间有一个中阴 这叫做中阴 这是我们尤部宗这样回答的 下面这个观点 有些他们论识不太承认 不太承认的时候 我们通过理证和教证来证明这个问题 下面论理分理证和教证 还有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理证 中有本分是何者 如故相续通法故 他这里 因为尤部宗的有些 他们大宗部的有些认为是中阴 他认为是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是给他说是中阴 并不是后世 为什么呢 他就像是一种粮食 粮食的相续一样 应该通法存在 他后世还没有戒身 然后前世已经灭了 中间的中阴应应该是存在的 他是这样 影响问题不成立 那么对方说是 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像影响一样的 中阴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众生 他权益到其他的众生而已 那么我们回答说 你们这种影响的比喻不能成立 不同国非比喻 而且跟影响的比喻完全不相同 因此你们的这种比喻不能成立 这是你们这个比喻上面不成立的 若以无有二共存 非应相续应二法身 然后意义上面也是不成立的 意义上面为什么不成立呢 如果是两个法的话 比如说刚才那个 但这个下面我们讲一讲 他意思是这样讲的 首先他们大众部认为中阴不存在 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跟他们说是中阴应该存在 就像是粮食的相续的话 首先是种子 然后是芽 然后变成茎 根 这样 这样的话应该是存在 我们给他这样回答 这样回答的时候 对方大众部他们认为中阴肯定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就像是影响一样的 就像影响我们的面部 在镜子里面打扮的时候 就是显现的时候 实际上是面部的相续 已经显现在镜子里面一样的 中阴是不存在的 这样说的 然后我们说是这种比喻是不成立的 不相同的 一方面是比喻上面不成立的 一方面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二个法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共存的 比如说我面部的微层和 然后你这个镜子本来有一个微层 然后在这个上面有两个微层 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若一的话 就是无有二共存在 还有就是非相续因而发生 而且这种说法的相续 并不是而发产生的 我们的中阴神 它是前面的相续 意识的相续 无云的相续接念不断的存在 然而你们的这种比喻 就是不能相续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影响 这个面部的话 它不是那个镜子里面的影响的相续 所以这两个原因 就是不能成立的 这是我们从理证的推理来 给遍复的 下面就是把这个颂词再做解释 做解释的时候这样说的 大众部承袭说 中阴不存在 理由是生有私有稍稍中断 方可以产生 他们说是因为生有被私有 原来这个生有的话 我们比如说现在活着的 这叫做生有 一般举手论里面 然后后来死的时候 被私有已经稍稍地中断 中断一会而已 也就是说比如说 刚才我不是这样了吧 我现在是一个人 然后中间就死了 死了以后 过了七天以后变成一个牦牛的话 那么我在中间七天当中 稍稍地中断了一会儿 中断一会儿 原来的这个生有有变成一个生有 就是牦牛的这种众生 所以他们大众部认为 中间有一个叫做中阴神 没有必要 只不过是稍稍中断而已 这样认为的 但下面就是破他的 实际上这个是回答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前面是他们的观点 让我们下面打 就是回答他 所谓的种有 并不是被私有少少中断而产生的 就像种子生妙羊 妙羊生经当时 不间断没有中断 他这里种有生的时候 并没有中断 实际上你原来的种子变成妙羊 妙羊又变成经 根 树叶 这些的话 它是接连不断地连续存在的 两世的相续与相续趋弱是相同的缘故 因此你们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们破他们 我们破他们的时候 对方有开始即行对我们反驳 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对方说 这不一定的 你们这种比喻就是不一定的 如镜子里面面相是他面容的相续 但由面容中中断而进入的 他们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对方的观点 只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这种说法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镜子里面 显自己的面容 显自己面容的时候 实际上是面容中间中断 中断而进入 开始镜子里面 以这样的原因中一生的话 原来的身有中间被私有中断 中断以后又变成身有 所以就像面容跑到镜子里面一样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下面对他回答 虽然镜子里面容是面容的相续 这个地方文字上有一点点 虽然你们所说的镜子里面是面容的相续 但是我们不是承认的 虽然你们认为镜子里面面相是面容的现象 身有是私有的相续 可是并不是中断而进入的 但是你们这样说法不合理的 并不是中断而进入的 你们的这一个比喻完全不合理的 就是不恰当 为什么不恰当呢 因为中有的面相本体不能成立 就是镜中的这种面相 就是镜中的面相的话 就根本不像我们中有身跟身有的这种比喻 就是相同的 就是不成立的 故而不是正确的比喻 他这里应该用这种来比喻 比如说镜子里面 不能希望你们方便的话 还是看那个姿势 就是姿势里面这方面应该有微层来比喻的 比如说如果真正是他的相续的话 那么镜子里面根本不能显现面容 比如说我这个面容有八个微层组成的 八个微层组成的话 那么镜子本来他有他自己 本身有八个微层组成的 然后我这个面容的相续的八个微层 来到镜子里面的时候 那么镜子里面的原来的八个微层是粘出去了 还是是同样存在 如果同样存在的话 那么镜子上的八个微层上面 再来了心来的八个微层 就是我面部的八个微层 那么这两个怎么样并存 怎么样共同存在 所以这种观察的比喻完全是不合理的 故而不可能正确的比喻 在一位置上两个一体的法绝不可能同存在 在一个位置上你这个镜子上面的话 然后我面部的这种法真正要到那边去存在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种过失 还有一种过失呢 你们上面立中也不合理的 因为镜子中的面相是面容的相续 而身有是私有的相续 差而再是不同的 你们说是镜子中的印象 是面容的相续 然后身有和私有 中有它是一种相续 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 怎么样不相同的呢 其实相并不是面容的相续 就是真正我们有些人说 说老实话 就是其实话锁过来 其实话锁过来 说老实话 我们也不愿意这样 那个 其实话锁过来 就是说老实话 这个面容呢 就是不是那个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相呢 就是不是这个面容的相续 就是面容的现续 原因是必想有面容与清净的 镜子两个足印而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印象而产生的 它不是那个他的相续 比如说我的这个面容 如果在这里居住 然后呢镜子在那边这个君主 然后镜子这个插得干干净净 就是对着我的这个面容的话呢 就是那时候这个显得 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小孩子 是不是 就是这是一种印象而产生的 就是而中有是由私有的产生 并不是由两个因缘而产生的 这个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 就是中有产生这个私有 中间呢就是中有呢 就是由私有而产生的 然后这个私有而产生呢 就是它并不是具足这两种因缘 因此你们的这个比喻呢 就是完全不相同 就是这是从那个例证方面来 通过一种辩论的方式来 破这个什么大众部的观点 就是这个是通过这个例证来破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通过教证来破 破这个他们的大众部的观点 所以马逢仁波切的这个课办当中呢 就是说是那个就是破 就是用那个教证来破 用例证来破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懂一点吧 就是因为这里大众部呢 就是他不承认这个中印生 就是不承认中印生的话呢 就首先是用例证来这个破 例证来破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说法作为是证据 然后这样破 然后这个用这个教证来破 教证的话 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 专门有这个记者就是 有这个中印生 你们为什么是不承认就是 应当这样承认就是 下面呢就是 佛亲所故有寻想 所悟 众生经也成 他说释迦牟尼佛亲自说是有这个寻想 他这里这个寻想呢 中印生的意思就是寻想有寻想 还有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宣说了 无中无来过的话呢就是这里也是 是那个实际上是这个中印生 似乎是其中之业也应该成立 还有呢就是这个众生经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成立的 就是众生经呢也可以成立 应当承认总有存在 下面呢以教证说明 世尊呢就是亲口这样说的 宣说岂有经当中呢 岂有即是地狱众生 然后饿鬼众生 旁生啊 人啊 天啊 还有这个中有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 我原来觉得是好像流曲 流曲上面加上一个中有 但是我看那个俱舍轮大树上面就是还有一个 我忘了 我再看一下 他那个就是 岂有的话呢 一个是人有 天有 然后这个善恶趣有 中有 还有一个有说我再看一下 不是那个原来是飞天 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家的那个飞天 不是家飞天 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这个佛经当中专门讲那个旗游 就是旗游当中呢 就是有地狱等等就是中有 就是它里面也有中有的这个记载 就是这是这个 这诗吧 这是可证明 这个诗改一下吧 这是可证明 中有存在 佛经当中这个中有应该存在的 就是这样这个证明的话呢 应该存在 如今中云 若现前三处在自主业木台中 就是还有佛经当中说 如果具足三个条件的话 孩子可以住在木台当中 那三个条件呢 具足堪能 悦境 父母态爱交构 具寻想 这是已经有四个条件了 它具足堪能和悦境 这是可能 对 这是一个条件 就是木台 堪能 他这里堪能 木台没有损害 木台还是正常的 这叫做堪能 还有在悦境期间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父母态爱交构 还有寻想 寻想指的是中阴神 一个是木台也已经具足了 如果木台已经不是完整的话 中阴神不可能住在那里 然后父母没有交构的话 也不能入台的 还有中阴神不具足的话 也不可能的 所以刚才寻想一定是中阴神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 也专门讲了这样 所以这里的寻想应该是中阴神 这里所说的寻想 如果对方说是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他这里的寻想 我们人活着的时候的乌云已经灭尽 灭尽的灭法 我们原来讲中观的时候 综合八大师他们八大难题里面 有一个灭法石油的 他们认为灭法存在 有一种灭法 这个叫做寻想 应该是灭法称为寻想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并不成立 为什么不成立 下面用教证来破别人的观点 《大理智子经》当中这样说的 《如智寻想插地你众心火》等等 他那个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你们这样说 所谓的中阴神 是指的是灭法而已 这种观点就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也有这个教证 这是我们优不众 我们的观点 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大理智子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的这种寻想是插地利中心呢 还是东方来的呢 还是西方来的 这个佛经的后面有这些教证 他说你的这种中阴神吧 你的这种中阴神它是一个插地利中心呢 还是国王中心呢 还是东方来的呢 西方来的呢 等等有这样的分析 佛经当中有这样的分析 如果是无云灭境不可能有中心当 那么如果你们说是所谓的中阴神呢 是一个无云灭境的灭法 如果是一个灭法的话呢 那怎么回事说是你的灭法是国王中心呢 哪里有灭法是国王中心的 然后你的灭法是从东方来的 西方来的 等等这些分析呢 多此一句 根本没有必要的 佛陀不会这样的 因此所谓的中阴神肯定是存在的 中阴神它还是有国王中心的 查地利中心的 婆罗门中心的等等 这些中心还是存在的 因此从这个教证也可以成立 在中阴存在的根据 经中宣说了无来国中有涅槃等五种 还有一个根据 在经中已经宣说了无来国的时候有五种涅槃 如果对方说这是一种天人而言的 如果对方这样说的话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是不应理的 这样一来 圣涅槃等也称了对一种天人而言 那么这样的话 圣涅槃等等这些也是对天人而言的 但是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总有成立还有一句 宣说《七正式经》当中也这样说的 总有涅槃 又说涅槃等三种 他说总有涅槃的话 因为我们下面讲二十个圣槃 的时候有些无来国是中有涅槃的 中有涅槃的话它可以分三种 有些刚刚获得中有的时候得涅槃的 有些中间的时候得涅槃的 有些要接近中有生死的时候才涅槃的 所以有三种涅槃的 就像我们经常大圆门当中也不是这样的 说是尼根者是即生成就 中根者就是中阴成就 下根者就是下是成就 那么中根者他有中阴的成就 中阴成就的话 有些是中阴一两天的时候成就的也有 有些三天左右的时候成就的也有 有些七天以后成就的也有 所以他在五种涅槃当中 也是有些是刚开始成就的这种显现是比较多的 因此这些佛经当中是有明显的说明 你们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教证全部可以成立 因此终于是应该存在 我记得世青论师那个姿势里面说是 如果这些教证也是不成立的话 世青论师说是那现在佛陀也已经涅槃了 真实的这些佛教的有证悟的这些人 已经也是趋入涅槃了 那么你们这些教证也是不成立的话 那这些太愚笨了 我们也无可来何了 好像你们最后看一下 那个世青论师记得好像在那个姿势当中的话 最后那如果实在把这么好的这些教证都不成立的话 就不承认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是所谓的这个顽古分子 好像当时世青论师显得有点 就是就没办法一样 就是你这么好的教证 这么好的理解跟你说半天 就是你还不承认 就是我们有些顽古分子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家里呢 就是对这个密法或者是对这个佛法呢 就是有一些成见的人 我通过教证通过理证 怎么样给他说是也是说不过去的 那就算了 你说你的吧 就是你这个顽古的老父亲就是算了 就是那你还是穿你的老红镜的帽子 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们看看那个世青论师的后面吧 就是那个世青论师的知识的后面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 总而言之的话 这个中印应该是成立的 当然大乘显宗和密宗当中有很多的依据 这个我们在这里布局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需要太多的依损 我就是太多的依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